中方对各别国家和机构 诋毁抹黑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香港特区立法会 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进一步落实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进一步驻牢香港发展的安全根基 在新时代新征程 一国两制的事业发展进程上 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任何对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攻击抹黑 都绝不会得逞 都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明确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原则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 根据香港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 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方对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 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借所谓民主峰会 渲染民主对抗威权 本身就是虚假叙事 指责中国散布虚假信息 本身就是虚假信息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虚假信息的 测源地和传播者 世人对此都看得很清楚 中国经济气温向好 美方却炒作崩溃论 见顶论 一带一路为各国人民带来福祉 美方却炒作所谓的债务陷阱 外国的民众自发地讲述真实的中国 却被美方说成是中国操纵舆论 促进新疆稳定发展的政策举措 却被美方贴上了强迫劳动 种族灭绝的标签 中国是法治国家 依法查处 违反犯罪活动 同时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利 希望日方教育引导本国公民 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不得在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推动对话谈判 政治解决危机 是当务之急 中方真诚希望 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 推动局势降温 为尽早实现停火止战 建立均衡 有效 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 共同努力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 安格拉债务可持续问题 刚才你所提到的问题呢 与双方沟通的内容的描述 不准确 据我所知 中国的有关金融机构 已同安方就调整 双方的融资合作 还款保障机制等问题 进行了友好深入的沟通 取得了积极进展 相信能够达成 令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这些调整 不属于债务重组 安方也已表示 完全有能力 继续按时向金融机构还款 美方频繁对中国留学生 采取歧视性 政治性 选择性的执法 严重侵犯了 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 严重干扰了 两国正常人员往来 同美方便利 和支持两国人文交流的表态 南辕北辙 与两国人民开展友好交流的 共同愿望 背道而驰 我们敦促美方 认真倾听 两国各界的呼声 停止毒化 两国关系的民意环境 纠正 无端滋扰 盘查 遣返中国公民的错误做法 对有关案件 进行彻查 还受害者一个说法 中方将继续采取 坚决措施 维护中国公民的 正当合法权益 近期 中非南海问题声问的根源 使菲律宾频繁在海上 侵权挑衅 制造事端 并散布虚假信息 误导国际社会认知 中方在坚定维护 自身领土主权 和海洋权益的同时 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同有关方 妥善管控海上分歧 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 推进包括共同开发 在内的海上务实合作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